有人问一下车股,其中观众BIG4就问 车股最近没什么声气,是否炒完呢? 175就有17.7元,怎样看呢? 等着,还有另一个都在问车股 就是观众Mang Yung Lee 他都是有175的,但是他17元 差不多,刚才那位观众就是17.7元 他就是17元 另外他还有2333,15元 还有2015元,140元,全部都是9元 他还说有重货,求救Please 车股,但是很有趣 有几只车股 我想这么说,就算本身一个版块多好 其实过去在节目上,我相信不像我个家人这么说 一定不会建议大家是握着同一个版块的 你一定从风险角度来的,或是组合角度来的 你一定是分散一点的,就算多看好的版块也是的 所以我想最大的问题是链得太集中了 所以就算我说真的,我这对车股整个版块 你说中线看法一定不是谈的 但是看好看好是否等于一定无致敬地上升呢? 就是大家要考虑就是过这两三个月 其实车板上升了很多的了 部分不要说即是吉利,可能几成地上升 整倍就差不多了,最低10元,最高19元 就是差不多整倍了 你刚才提到,例如理想那些其实是倍几 过这几月的升幅 所以升级这么多,就算是挺好的版块 都要回调,都要调整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基本的反应 就算不要说没有利淡消息也好 其实调是很合理的 更何况其实过去炒作那些政策 又或者是对销售憧憬 始终在这一段的升势来说 我想初步都反映了几大部分 不是看谈,但真的要等下一轮有些消息再出 但你说下一轮什么时候有政策的消息 这个真的说不定 所以我想短线再配合整个市况 气氛就先说很黏很闷很静 钱都不够,都没有什么成交 所以一定是有些钱会退一退 所以我想唯一可以做是不要那么集中 而且你也说到自己很重货 我想如果可以的考虑先减少一点 是,现在全部都是在虐 是的,当然三个都在虐 要即时全部都回上去就没什么可能 但我想以另一只去看 如果你说三只 例如拉文尼克的观众问 例如吉利亚、长城和理想 理想我觉得看法是好的 始终如果你说长线 它是纯身软源车为主 那更加伤势力 其实长远的看法会比较理想 所以这只我觉得你可以先拿着 是,而另外两只 当然是传统车股 即是吉利用长城 但是也说过过去炒作 都是炒他们的业务 发展新能源的方向 如果你说两只来说 目前都是以长城会走得好一点 所以我想最比较看得没有那么好 可能是吉利 而吉利亚都可以 过去这几个月的弹服特仙说 都不少 由10元边上到19.2最高 差不多一倍 所以现在都是回到3-4元左右 其实是一个三成的回调是很正常的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多的跌幅 但如果这只 假设如果再 例如看今天或者下个星期初回来 可否站稳在现在的50天线上 今天暂时就OK 刚刚上了50天线的 如果你说站得稳 我觉得可以等弹高一点 例如挤回17元边 才考虑减一下会好一点 那其实差不多平手走 不用怎么输了 但如果下个星期初回来 或者是今天 那条50天线继续是得以复色的 我想下面你认回大概15元左右 如果短期跌穿15元 我觉得这只先行减掉它 我想剩下的那些 你可能再拿着找一些位置 才慢慢退回一些 会比较好一点 但强烈花点 不要太集中会好一点 如果我只是问一只 那个股份是17.7入 是否会等很久才回到这个位置 都一样 刚才提到就是17.7买 其实刚才说 如果你说站得稳 那条50天线 有机会稍微做回反弹 就是稍微做回后抽 我想弹回到17元边附近 所以你可能到时输了几毫子 或者是差不多平手 可能考虑先走一走 但也一样 如果真的不能上去 那条50天线继续是得以复色的 那15元就是一个止蚀位 会好一点 好久了 好久了